那在我們劇組就是 盜耶丹的存在 啊 啊 不是啦 不是啦 我覺得以前可能有時候 因為在劇組裡面 然後拍戲 我覺得有時候可能也會稱別人姐啊 或是哥 但有些前輩好像會覺得 好像被這樣叫會覺得好像 被叫老了 對 然後那時候就剛開始會有點不知道 然後就會覺得好像 大家會就是 好像沒有這麼親切或什麼 那熟了之後才發現說 啊其實你不需要叫我姐 或叫我哥啊 就像會覺得好像 很有距離感 因為我算是比較 呃有點可能高中 國中就開始拍戲 然後那時候在劇組裡面 都算是最小 然後到現在就是慢慢 現在也 也比較 成熟一點點 社會化 哦 社會化一點 然後碰到有些真的比較新的劇組 會有新的年紀比較小 然後真的這樣叫你 我好像可以理解那時候 為什麼前輩會有這樣的感覺就是 那現在人家叫你哥 你會有享受的感覺嗎 我不會 我會覺得 呃 天啊 就是我不要 不要不要不要 其實真的 對 就是以前 我們會覺得好像這對別人是禮貌 可是 好像當自己被叫哥的時候 我會有種 呃 對 對 換哥 邵勳哥 不不不 我們都叫他 邵 邵勳嘛 邵爺 我們都叫邵爺 邵爺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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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邵爺你比較喜歡 他在我們劇組就是 不是啦 他剛 他剛來這邊 他剛來這邊也是啊 多少女性工作人員找他拍照 然後鴨子就硬要卡在中間 拿個牌頭 鴨子 鴨子 我每次都在你 乖乖乖 白木 請問你的邏輯在哪 欸 邏輯哥耶 你剛剛F給你啊 我反正 對啊 邏輯哥耶 你們真的是 怎麼會是一個 一個天一個地啊 對 你們兩個我覺得 頻率滿搭的 你們應該是同一顆心的耶 就半天八娘耶 對啊 對啊 這個人